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明天北京时间早上11点05分即将展开到中国南来与日本南来的这场十余赛的比赛 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备受关注的 那此前的话我们知道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 在这个之前的奥运会录选赛也好 包括之后的这个亚洲比赛也好 两个赛事都是没有进行一个南来比赛的转播 那这一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将会对这场比赛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 包括之后的比赛也有了相应的转播计划 那么南来也将在这个今年吧算是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上正式亮相于咱们的公众体育平台 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打出比较精彩的比赛 此前的话中国队是带上14个人 包括周琪在内去到了日本 那么备战此次的市役赛 但是按照国际蓝蓝的规定 那么最终只能够去上报12人的名单 那么目前也已经有媒体爆出来 中国队是淘汰了两名球员 哪两名球员呢 一个是此前有伤在身的王哲林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任俊飞 也是杜峰的爱教 那这两个人缺席之后呢 中国南来就相当于是将整个的12人的阵容就已经是上报上去了 那过往的话 大家觉得中国队打日本队于日本队此次报名的球员身高是偏矮的 可能大家觉得会不会在内线有所优势 但是现在的话 所丢掉的好像恰恰多数都是内线球员 像此前的沈梓杰是已经离开了球队 因为上面了 包括现在的王哲林 其实任俊飞从打法上来看 也是偏内线的一种打法 四号位打的会更多一点 因为他在广东队经常打到这个四号位 甚至有时候能够顶到去五号位的 所以说其实整个内线对我们的削减也是非常大的 那杜丰似乎有意要跟日本队去拼快 拼速度 拼这种快速的攻防转换 带来的六个后卫 全部都进入了12人的大名单 这个是多多少少人感觉到有些吃惊的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 在日本队队中啊 这个张本天杰 我们看到 也是入选了最终的12人大名单 他将会在亚洲被预选赛之后 再次面对中国队 那张本天杰此前在接受日本国内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曾经表示过 此前的两场亚洲被预选赛 输给中国队 是非常的遗憾 也是让他非常难受的 这次是一定要完成复仇 可以说这样的言论 再次激怒了中国的球迷啊 毕竟啊 张本天杰虽然说 为了自己的篮球师也改掉了 这个中国的国籍 改上了日本的国籍 这个无可厚非 毕竟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但是在面对你曾经 生你养你的祖国的时候 你说出这样的言语 多多少少会让中国球迷感觉到非常的不满 那么杜丰假如说 真的采取以快吃快的打法 直接用日本队最擅长的方式 去击败日本队的话 那么无疑将会是大快人心的 直接是让张本天杰彻底闭嘴 相信用这样的方式打败你 那你日本队也就没有什么样 好说的了 包括张本天杰也就不需要有什么遗憾了 那这次中国队的六大后卫 应该说是目前国内的 应该说后卫线上 基本上算是最强的一个人员组合了 除了说这个在奥运会路线赛上表现比较出色的 胡明轩没有来之外 能来的优秀的后卫都来了 尤其是郭艾伦和赵瑞的这对组合 已经是两年没有能够出现在国家队的战术当中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这也是国内最好的两名后卫 包括联赛的MVP吴钱 以及这个广煞队 可以说个人单打能力非常强的 孙明辉再加上本赛季 在胡明轩在广东队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徐杰是爆发出来 那么作为全队身高最矮的球员 能够入选的国家队 也是有他自己的两把刷子的 所以说非常期待明天11点05分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 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像亚洲杯选赛那样 再次能够双杀日本队 顺利的拿到世界杯的出现权